我們現在開始上的內容就是這邊要進入這裡的重點 就是我們要談所謂的速度跟速率 好 我們第一個是先一些基本上的探討 來 這裡有兩台車 想問你 甲哥椅 男台車跑得比較快 然後呢 這兩台車是在走同樣的距離 花不一樣的時間 現在這兩台車誰比較快 這兩個是在花同樣的時間走不一樣的距離 你用什麼方法知道魚比較快 甲比較慢 因為兩個在走同樣的距離 魚花的時間比較小 甲花的時間比較長 鴨長 鴨長 那 B車跟A車 你怎麼知道B車會比較快 因為這兩個在同樣的時間 B走得比較遠 A走得比較近 也要近 不一樣 好 所以 你就曉得一件事情 你在講一個東西的快跟慢的時候 跟兩個因素有關 一個是走多遠 距離 一個是花多少時間 所以 基本上就是時間跟距離的比值 距離除以時間 這個 小時候就會算了 10秒鐘 跑100公尺 跑多快 100除以10 每秒10公尺 這以前就會做了 那我們也只需要這種程度就夠了 就這樣做了 有距離除以時間 就算出來了 所以 因為這個公式你就看得出來 這個公式你就看得出來 如果相同的距離 分母是一樣的 分子如果越小 就表示越大 就表示它速度是越快 所以剛才的乙車花的時間比較少 所以乙車快 如果是相同的時間 底下一樣 然後上面的距離如果越大的 就表示比較大 比較快 所以剛才B車走過去比較長 所以比較快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判斷誰比較快 誰比較慢 而我們的基本的計算的想法就是這樣 距離除以時間 來算我們運動的快慢 這就是我們的判斷跟表示 好 來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想法的後面就繼續來做 就這樣子